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技术 这个技术叫做E2VElement2Value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将一些元素可以集成到视频当中去 比方说大家看到我在左侧有一张人物的图片 有一个泰迪熊的图片 然后有一个环境的图片 那我们可以把这三个集中起来 生成这样一个视频 那么这种技术的话 其实我们在之前已经说过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VACE 其实也属于这样的技术 那今天我们说这个技术呢 稍微有点不同 那这个技术呢 我们叫做Skyreels AR 关于Skyreels模型的话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我们之前认为 它是会员的图生视频的一个什么 一个补充 因为当时的会员还没有出图生视频模型 但是这个模型可以叫弹花一现 就是大家试用了一段 当会员的官方出了图生视频模型 大家就很少去用Skyreels模型了 所以说呢 它又在理念上做了一些变化 新做了一个模型叫Skyreels AR 大家看一下 那我把这个内容呢 稍微翻译了一下 那么它这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技术呢 叫做E2V 主要挑战保持每个元素 对于参考的保证度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基本上都会有三个图像 然后呢 可以得到一个对应的视频 那它把整个的例子呢 也分成叫做人类主观和背景 当然这个翻译的有问题啊 其实人类主体和背景 一般是一个人加一个物体 再加上一个背景 大家看一下 另外可以是多人和背景 当然也可以做虚拟的电子商务 包括AI的MV 这是它提供的一些场景 那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不采用这样的技术 难道我们之前的技术 能做到这样的东西吗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查看一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其实呢 就是用我们传统的方法 来实现的一个虚拟产品展示 那就是将产品人物 给它融合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我在Running Hub上 给大家做了几个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呢 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首先呢 大家需要做的就是 生成一个产品和一个人物啊 这个必须联合来生成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呢 采用Flux的模型 然后呢 采用一个提示词 先来生成了一个产品 然后再用这个模型 以这个包作为参考 使用Redux 然后来生成一个什么 生成一个这个人物的 那生成的这个 你要注意啊 它并不是要保证 这个包和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在Redux里边的权重呢 设置是三 所以说呢 它是基本外形保持一致 大家看一下 基本外形保持一致 但是并不是完全一样啊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生成了这样一张图片 只要我们保证 它手里包的外形 和这个基本上是一致的 就可以了 那关于这个工作流呢 我就简单给大家过了一下 如果说你想详细知道 这个工作流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我之前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里边说的很详细 因为我们今天 必定不是讲这个技术 只是给大家说明一下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下边我们还需要把它细化一下 那这个呢 我们叫做虚拟产品展示 此时呢 我们需要上传 我们刚才上传的那个产品 然后呢 再上传我们那个模特 这个是我之前生成的啊 也是Redux技术 但是这个时候 我给的强度就比较高了 我给到一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将这个部分 给它重绘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 就和我们产品里边 这个包啊 就非常像了 当然这个是可以换掉的 比方说我现在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将这个人物的 这个图片换成这个 那我们同样来生成一遍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也就跟刚才那个包 是比较像的 对吧 这是这个 然后呢 就是生成视频 这个你就可以用任何的 Image to Value的这个技术 来生成就可以了 比方说我这用 One的I2V 也就是One 2.1的图生视频技术 传入一个参考图像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生成一个 非常漂亮的这个 产品展示的一个视频 那所以说呢 用这样的方法 我们生成的这个效果会更好 因为现在的SkyReal A2 这个模型的话呢 我们觉得它还是不太稳定的 好 下边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的核心呢 主要是这张图 那这张图呢 有三个部分 大家注意 第一个叫做Reference Image 它有两个通道 大家看一下 一个是这样过来的 一个呢 是这样过来的 那么 这两个通道是什么 一个是呢 把它的Token提取出来 所以说 这用到的是Clip Vision 也就是我们说的视觉编码器 其实它提取的结果 是类似于我们文本提示词的 一个Token技术 那这个呢 会将元素的大体特征呢 给它表现出来 然后第二个呢 是进到这个3D为Encoder 这个呢 是一个空间的特征分支 或者叫空间的特征编码 这个其实是细致的来描述 这个产品的特征 一个是描述产品的大体特征 一个是描述产品的细致特征 这两个组合起来 就可以非常好的来描述这个元素了 然后剩下的文本的提示词和视频 这个就容易理解了啊 它主要是辅助这个生成的 那一旦你了解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就应该明白 在总体的特征上 它是和这个文本的提示词 给它加在一起 你注意在这儿呢 这个符号是连接啊 就是两个项链连接起来 然后进到交叉的这个注意力机制 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儿 文本的提示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我们绘制任何物体都是先有轮廓 然后再有这个细致的特征 所以说这个得先起作用啊 然后这个才能起作用 那如果这个物体都没有呢 这个怎么去细致的描述这个物体呢 是吧 所以说它得先存在 那它存在的话呢 由于它是和这个文本提示词 进行了一个连接 所以说文本提示词 必须能够表现出来这三个物体 那这样它们组合起来 才会更加的有效果 大家在写提示词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有三个物体在提示词里边 一定要体现这三个物体 那我说了这么多 下面呢 我们就看一下怎么去用 那如果大家要在Confi UI里边 去用这个技术的话呢 同样是用到K神的这个扩展 我们在它的这个提交列表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提供了一个工作流 大概在两天之前呢 也开始支持这个Skyreels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可以进到我们的example 然后workflow里边 找到Skyreels的这个工作流 这个说实话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有点差异啊 因为我觉得 它应该属于混元系列的啊 但是它把它放到了 这个OneValue的扩展里边 但是后来我们去看那个论文 你会发现它底层 可能更多的 还是用到One的一些技术啊 而不是混元 然后就是大家需要下载这个模型 大家可以进到K神在包包脸上的这个页面里边 然后可以点开所有的关于那个OneValue的这个模型的列表 可以找到我们的Skyreels 大家看一下这个FP8的 把它下载下来 放到你的Defolge Model里边就可以了 当然的 你需要把这个更新到最新版 那完了之后呢 我们下面就看一下这个工作流 到底怎么去做 那这个例子刚才我们看到了 祝亚我在这个地方呢 把K神的这个工作流稍微改了一下 因为呢 我发现呢 就是这个分辨率或者宽高的设置 还是比较有讲究的啊 现在我给大家找到了两个比较好的 这个参考图片的一个分辨率的设置 那祝亚这个是多少呢 是640乘以480 这三张图片都是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生成的这个效果 是非常棒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它不是特别稳定 有的时候你需要去抽卡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祝亚这两个处理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我们简单过一下就行 拿到一张图片 拿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给它什么呀 给它去除背景 就只保留这个主体 保留完这个主体之后呢 我会拿到一个Mask 然后我会得到这个Mask的Bounty Box 就是我得到一个外框 完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外框进行一个Resize 我可以保证它的宽度 那会约束 而它的高度呢 是A-40 A呢就是我们的高度啊 它-40 其实这就是440 然后我再通过这个组件 把抠出来的这个人物给它贴回去 那40呢 我主要是为了保证上下个流20的这个编剧 让它有一定的这个Padding出现 那这样的话呢 它会更好一些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呢就没处理 就直接进行了一个Resize 只不过是我这开启了什么呀 开启了剪切 可以保证这个图片 是这样一个固定的分辨率 然后再往下走 其实很简单 我们需要把第二个和第三个 先把它弄成一个Batch 而且这个是重复4次 然后再和第一个生成一个Batch 所以说最终呢 我们得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序列 然后呢 我们把它串到我们的StartImage里边 然后呢 用我们的OneValue ImageToValueEncode 得到了一个Inbinding 然后你要注意就是这个 ClipInbide 这个我们是将 这个第一个图片 第二个图片和第三个图片 把它接起来 形成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 进行ClipValueEncode 再连过来就可以了 然后你看一下啊 我这个提示词 我刚才说了提示词很重要 The girl holds the teddy bear in her arms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女孩呢 把这个泰迪熊抱在她的怀里 室内场景 这儿我没有做细致的描述 因为呢细致的描述 是靠图片本身来进行处理的啊 如果我写的太多 可能会出现冲突 完了之后呢 就是采样 采样很简单 25部采样 基本的设置 跟这个传统的One模型是一样的 我这儿呢 开启了我们的ZeroStar 然后开启了SkipLayer 这儿呢 我跳过的层数是90啊 0.2 0.5 这个是我们之前 实验的时候 经常用的一个参数设置 同样开启了Tcache 这儿我还开启了 Enhance Video 那最终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效果 是非常棒的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尝试啊 就这个分辨率很重要 现在我测的是640x480 然后呢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呢 我采用了一个和视频一样的分辨率 是832x480 整个的都一样 只不过就是说这个图片的这个大小呢 变成了832x480 那我们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啊 当然这个第一个人物的主体也变了啊 不是刚才那个女孩了 提示词什么都一样啊 我们看最终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物稍微有点怪 不知道是因为他比例的问题还是什么 然后呢 我这儿又做了一个测试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是832x480 然后呢 别的都一样啊 只不过是这个主体人物 换了一个全身的这个 然后大家看一下 如果这儿是一个全身的啊 这个人物呢 往往是全身的 所以说你要注意啊 就是如果你想控制这个人物的景别的话 可以通过 这个是全身 半身 还是什么呀 还是比较近距离的人脸 然后来做一个基础的控制啊 是比较有效果的 那这是全身的 对吧 这是这个太迪熊 那你会发现 他就抱着他跑过来了 然后这个室内环境是一样的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再测一个啊 那比方说 我现在换一个极端的 我换成这个 然后我把这个换成 640x480 我们看一下提示词 我们把个偶换掉 你要注意啊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这个他是个小孩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提示词里边写的是go 这也验证了我们刚才说的 在那两个编码里边啊 就是一个是空间的这种编码 一个是这个提示词的特征编码里边 那我刚才提到了提示词很重要 所以说呢 这应该写成woman 别选成go 下边呢 我们跑一下 试一下啊 让大家理解一下 你怎么去控制这个景别 那这个就采扬完了啊 大家看一下 最终的效果呢 会是这个样子 由于呢 我这个景别拉的比较近啊 所以说你会发现 这个人脸呢 就比较近 然后这个熊呢 也比较大啊 所以说呢 这个景别啊 对于生成最终视频的这个效果呢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你可以调整这个pading值 然后得到更好的效果 比方说你可以让熊小一点 那你这可以减到100 然后你pading的时候 这就得是50 那这样的话 那个熊就比较小啊 然后呢 你希望把这个人物呢 做的大一点 然后你可以选一个 觉得差不多的 比方这个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试一遍 大家注意啊 这个帧数的话 如果你做测试的话呢 可以用33帧 好 我们稍等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采扬完了啊 虽然它这个效果不太好 因为我这个帧数太少了 是吧 那你会发现 这个景别和比例呢 我们的确是控制到了 那最后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真正跑的时候啊 k神的那个工作流里边 这个值呢 设的是10 那10的这种块交换的话呢 其实很容易抱险存 所以说呢 大家尽量的把它调大一点 调成30 它跑的可能比较慢 但是呢 这个结果是能跑出来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这个技术 总体来讲呢 还不是特别稳定 但是呢 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 我们就说这个浏量一张 就是我们这次看 这个浏量的 我看你